none 嗨 大家好 我是虎精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最近在海綁網上面有公布的新資訊 就是這個影片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影片 應該都有看過了吧 就是預告8月10號 版本要進行改版喔 應該不是8月10號就改版 8月10號會放出更多的消息喔 那可能會在 24號8月24會進行改版吧 我覺得啦因為 通常都是放出資料 放出訓期之後的兩個禮拜 不然就是8月10號當天喔 我們 期待一下 最快就8月10號 最晚我覺得是8月24 那這一次要改版會改什麼內容喔 大家目前就是只有這個情報出來 這個影片出來而已 然後就雷霆 雷霆的一個象徵性的東西喔 因為大家目前有一個活動 目前有一個活動 有一個計票的活動也叫做雷霆 然後也是跟雷電有關係的一個東西喔 所以這一次的改版 可能會跟我們的雷有關係喔 那另外啊 那另外啊 除了天岩要改版之外啊 8月10號 也有一個遊戲要改版喔 就是我們的 天堂PC版 天堂PC版要改版喔 它好像是針對 灌速師來做一個改版的內容 所以我們這一次 天岩會不會跟進 這個PC版的職業 灌速師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另外啊 除了新的職業之外啊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擺測 就是 會不會是我們 這個 這個雷啊 在遊戲裡面就是 風屬新的東西 會不會是我們的 大怪物 大BOSS 靈德敗兒 風龍 靈德敗兒 會不會是他呢 會不會要推出靈德敗兒 這個大BOSS 這個大怪物 因為 靈德敗兒也是用 用雷的一個怪物 用雷的一個BOSS 然後 除了雷之外 他還有很多雲喔 所以不排除 靈德敗兒 在這一次改版 也會加碼登場 那8月10號 就會公開 更多的資訊 各位玩家 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吧 到底是用雷的職業 還是用雷的怪物呢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或者都不是喔 好 那我們記得到 就到這邊 我是果金 我們下次見大家 不要忘記訂閱啊 訂閱訂閱 大家掰掰 掰掰